今天教大家如何把这种牙签苗养成这种大苗 其实这种苗子非常好养 可就是有很多人说不好养 不好养活 今天我就把这个养护过程方法教给大家 大家记得收藏点赞起来 避免用到的时候找不到了 第一收到这种小苗之后 把靠近盆面的叶片统统给它清理掉 保持盆内通风 减少病害的概率 带花苞的直接给它剪掉 因为改变养护环境之后 月季的体质很失落 必须让它不开花 它就恢复得很快 第二放个三五天之后 再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花盆 第三步就是给它压织了 把它的所有制条通通给它压平 用铁丝或者夹子固定在花盆的边缘 浇一次透水 第四步控水养根 就是不要给它乱浇水 每次浇水一定要等到土壤干透一点 可以用手指抠一下盆土 五厘米深土壤是干的 再把它浇透水 这个步骤循环两三次就可以了 第五步 施肥 这个时候给它施水用肥 用这个月季爆笋肥 一个星期对水给它浇灌一次 很快就能从底部长出一大堆笋芽 第六步 抹芽 把枝条顶端的芽点通通给它抹掉 把所有的养分通通留给底部的笋芽 第九步 淘汰枝条 当笋芽长到一定的高度之后 就可以把之前压下来的枝条通通给它修剪掉 因为这个时候笋芽已经能制造养分 这样就完成了所有的招作 大家记不住的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 避免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了